Hi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yo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是專門分享金融商業及個人成長 今天是2022年的5月25號週三 那我今天跟大家說的主題是 債券價格為何跟市場利率成反向變動 因為我覺得一直到現在還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債券價格跟利率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反向或正向的關係 很多人到現在就搞不清楚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比例好了 我剛才有算一下 假設現在的市場利率一年起 假設一年起的市場利率是2% 那現在有一個債券 假設一個債券剩一年剛好到期 我都抓得很好一年到期 它票面價格也是2% 市場利率2% 票面利率也是2% 好 那這個價格 它的合理價格是多少 它合理價格就是100塊 有沒有100塊 那票面利率是2%嘛 換句話說一年到期之後 可以拿到2塊錢的利息 那市場利率就是100塊 市場利率 市場這個債券價格就是100塊 所以市價就是100塊 沒問題嘛 好沒問題 那如果假設 現在剩一年到期的債 假設市場利率有2%降為1% 市場利率只有1%喔 但是你這個債券是可以拿票面2%喔 那請問一下你這個價格會漲還是會跌 當然會漲嘛 你的籌碼你的這個票面 是可以拿到2塊錢2%的利率 市場利率只有1% 當然你的價格會漲嘛 那會漲多少 因為只剩下一年到期而已 我剛才算一下 因為你要從兩個折線去算 一個是到期100塊折線 一個是利息 一年之後拿到利息2塊錢折線 這兩個折線下去之後 再把它加起來 這個價格就是100.99 大約這樣後面還有一個小數點 換句話說 本來票面價 本來市價 本來剛才講的市價100塊的 的債券的話 市場利率是2% 降為1%的情況之下 你的債券價格會由100塊 漲為100.99 那你去算一下100.99 市場利率1% 那你到期的時候就剛好變成是102 有沒有 就是102 102就是 這個票的發行價格到期 就是要給這個錢 還有利率票面是2% 是不是一樣 所以市場利率只有1% 降為1% 降為1% 那你要賣一定會賣更高 高價賣掉嘛 那你高價會賣多少 合理價格就是100.99 市場價格就會跳動到這裡合場 合理的價格 所以債券價格就會漲嘛 所以市場利率再往下跌 債券價格就會往上 那我如果在假設說 市場率如果在升息再往上 有2%到3%呢 那債券價格 你還會用100塊去買嗎 不會吧 因為它只有賺2塊錢的利息 你根本不會嘛 你會用多少價格去買 你會用 99.029 這我算完了 你就用那個到期100塊嘛 漂命100塊 用3%去折線 折線過來 還有這個利息也是2塊錢 漂命就有2塊錢了嘛 折線過來把它加總起來 加總起來就是99.029 99.029 然後在乘上這個利息 假設市場率是來到3%的情況之下 99.029 3%的利率情況下 一年之後就變102 是不是又回到102 102就是一樣漂命100塊 利息2塊錢 所以在升息的過程的情況之下 債券價格一定會跌 因為如果不跌 高價沒人要買 所以價格一定要跌下來 然後跌到趨勁 合理價格就是這樣子 所以很簡單講 升息就是 債券的折線的價值就變小 折線嘛 對不對 你升息 你未來拿到錢是固定的 那你用這個利息已經升高 折線過來變小 價格就變跌了 就蠻簡單的道理 而且我現在是用一年來算 就夠簡單了 那當然我現在是用口頭上講 之後我有看法 可能用白板來寫會比較清楚 那很簡單再說明一下 升息的過程之下 未來會一直升息 這個價格就是會一直跌下去 簡單講 升息就是債券的空頭市場 就這麼簡單 除非它的到期 那個期限很短 Duration很短 越短影響就會越小 OK 那以上分享給大家 債券價格跟市場利率的價格 為什麼是反向關係 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手感 謝謝